这个小国很厉害,仅用了三天就打败了美国的入侵,美国玄成美利坚和中国。 1776年,独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,在中国古代王朝存在200来年,基本快灭亡了美国至今,依然强大,特别是苏联解体,以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 因为强大所以谁不听话,就可以敲打,谁没办法换了谁做老大都一样,但是美国也不是每次打仗,都能赢曾经美国就打过一次仅仅三天就失败了,还赔了人家一大笔钱,这是怎么回事,那美国古巴未知,这还要从古巴说起,古巴就是肥沃之的,好地方的意思。 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墨西哥湾入口,是由1600多个岛,组成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,离美国很近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,1902年,在美国的帮助下独立。 当然美国不是白帮忙,得向古巴租要两块的,新闻上经常听到的观谈那摩基地,就是美国从古巴租的不过好景不长。 古巴革命之后古巴实行改革,很多国外的资产都收归国有,了美国在古巴的利益受损,两国之间也从好朋友变成仇敌了,特别是对卡斯特罗恨的是咬牙切齿,这个时候美国就想把他搞下去,换上自己人战场。 当时在美国,有很多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,所以从1960年,开始美国就开始训练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。 到了1961年美国决定开,实实施这一计划,他的计划是这样的,先派人占领一个临时机场,然后再让流亡美国的古巴流亡政府,飞到古巴。 他到了古巴之后向美国求救,这样美国就能出兵了当时美国选择的一个地方叫珠湾,所以这次进攻也叫珠湾事件。 1961年4月17日,1500多人组成的美雇佣军开始突袭古巴,不过他们没想到古巴人这么猛,美国派去的两条运送弹药的船全部被击沉。 你说打仗,没有弹药还怎么打开局,就不顺利古巴人,在卡斯特罗的指挥下是步步紧逼,美国雇佣军只能是防守,为了挽回败局,美国一度派去5架轰炸机空袭,结果还把古巴人击落了两架战场。 到了4月19日,因为缺少弹药,这些人已经无法阻止古巴坦克的攻击了,部队开始溃散。 19日晚上溃散,得一千多人,要么投降,要么被抓,因为这批雇佣军没有守住机场,所以在美国的古巴流亡政府,根本就没法去古巴,也就没法向美国求救自然美国,也就无法让美军直接介入。 所以这场战斗短短三天就结束了,事后美国情报局指责总统肯尼迪,说是他不肯派陆战队,才导致的失败。 肯尼迪又觉得自己被情报局给骗了,但是不管怎么说,这次美国是失败了,不光军事上失败了,政治上也失败了。 当时古巴抓住了1202人,还有人说是1189人这些人全部,被古巴取消了国籍而且,还以他们为人质狠狠,的向美国敲了一次大烛杠,向美国索取了6200万比索的药品和婴儿食品。 比索是一种西班牙殖民地,使用的货币肯尼迪1962年,美国和凯斯特罗达成协议。 美国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,交换了剩下的1113名战俘。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支付战争赔款,5300万美元啊。 在那个年代很多了,说起来也有意思花钱,把古巴人给带了回来不光带了这些当兵的,连他们的家属也带了回来肯迪总统,还在曼阿密隆重欢迎了这些人事后。 肯尼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而中情局局长则下台了。 从此之后,美国再没有派兵入侵,过古巴,转而开始实行贸易制裁和禁运,这件事也让卡斯特罗认识到,了美国的实力开始转向苏联,又导致了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。 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和战争,差点打起了还好苏联妥协了没打起来。